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从前有一个农夫 他把自己养的一头母牛带到市集上面去 卖了七个银币 在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了一个池塘 这个时候他听到池塘里的青蛙发出了一堆叫声 咔咔咔咔咔咔咔 农夫以为青蛙们在告诉他 他口袋里的银币是八枚 农夫就很生气的大喊着 不是八枚 是七枚硬币 是七枚 可是青蛙不理他依然持续的叫着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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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农夫越听越生气 他非常愤怒的向他们喊道 那你们就自己去好好数一数吧 说着说着 农夫就把所有的银币扔到了水里面去 他就这样站在池塘边 等着青蛙他们算完到底有几枚硬币 然后再把银币还给他 不过青蛙们还是一直一直叫着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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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农夫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天都黑了 青蛙们还是继续叫着 而且没有把七枚硬币还给他 农夫无可奈何 只好回家了 离开之前 他对着池塘大骂着青蛙 你们这些大愣蛋 连七枚硬币都数这么久 还不愿意还给我 农夫一边走 一边嘴里骂个不停 心里真是越想越生气啊 回到家 他气呼呼地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婆 老婆说 算了吧 就别跟青蛙计较了 过了不久 这个农夫又把牛肉运到城里去卖 没想到 他才刚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却碰到了一只大狼犬 领着一群狗 大狼犬围着牛肉转过来 转过去 又蹦又跳的 还一面闻 一面发出 呼呼呼的声音 农夫便对他说 我听懂你了 你那呼吱呼吱的意思 就是我吃我吃吧 你要吃点肉 好 那我给你一块 但是 大狼犬还是 呼呼呼呼的喘着 怎么 给你一块肉你还嫌不够 还想要帮你的同伴要一些吗 呼呼呼呼 大狼犬还是这样歪着头看着他 发出这种声音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要我的牛肉 我就全部都给你 但是 我要知道你们是谁在当家的 你要记住啊 你必须在三天后把钱付清 不然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要把钱送到我的家里来 农夫震惊巴白的对着大狼狗说 随后 农夫就把肉全部都放到地上 然后转身走了 这群狗像疯了一样 扑向牛肉 大声地 吃了起来 三天以后 农夫心里很高兴地想着 今天晚上我的口袋就要被钱装满了 然而 等了一整个晚上 就是没有人来还他钱 哼 这年头谁也靠不住 农夫生气地说 到最后 他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他只好亲自进城 去找屠夫收钱 屠夫一开始以为 农夫在跟他开玩笑 可是 农夫越说越生气 哪有人拿钱开玩笑的 你快点把那些狗吃掉的钱付给我 就在三天以前 你的那条大狼犬 还有那群狗 已经把一枕头牛肉都吃完了 对吧 屠夫一听气坏了 怎么有人这么蠢 屠夫拿起扫把 想要把农夫赶出去 农夫也很生气 决定找人来评评里 农夫一气之下 跑到王宫去 侍卫把农夫带到了国王的面前 刚好这个时候 小公主也正在国王旁边 国王要农夫把冤屈讲清楚 哎 青蛙和狗的事我就不说了 他们说话不算话 拿走了我的钱 屠夫更过分 他不但赖账 钱不还 还拿扫把打我 农夫把所有的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 没想到 豆的小公主开心地大笑不止 国王对着农夫说 这件事情我恐怕没有办法帮上你的忙 可是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开心的大笑过 我以前曾经许愿 一定要把他嫁给一个能够逗他开心快乐的人 你的运气真是好呀 不 农夫回答 我不能娶公主 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而且一个老婆我都嫌多 国王听了以后很生气啊 你真的是蠢得无可救药了 你现在可以滚了 过三天你回来 我要给你五百枚银币 农夫走出了皇宫 卫兵问他 你把公主逗笑了 那你应该有获得什么奖赏吧 是啊 农夫说 国王要给我五百枚银币呢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 分一点点给我吧 卫兵靠近农夫跟他说 好吧 既然你这样说 我就分给你两百枚 你三天以后去找国王 叫他把钱直接付给你就好了 农夫答应卫兵 站在一旁的商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追上去跟农夫说 老兄啊 你的运气不错呀 你要那些大银币有什么用呢 给我给我 你把他们换给我 我替你把大银币换成小钱 你比较好花呀 好吧 那你把你的小钱给我吧 你还有三百枚银币可以拿 三天以后 国王会把钱如数付清给你的 农夫跟商人说 商人以为自己占到了便宜 心里好高兴啊 于是他就拿了一些铜钱 献给农夫了 三天很快就到了 农夫奉命来到国王的王宫 国王大声的说道 拔掉他的衣服 赏他五百个板子 等一下 这五百个板子已经不该再给我了 两百个我已经送给了卫兵 三百个我跟商人换了 所以说 他们根本不再属于我了 就在说话的时候 卫兵还有商人进来向国王领取 他们从农夫那里得到的好处 结果 好处没拿到 两个人都挨了一顿板子 卫兵以前被打过 所以他咬着牙挺了过来 商人痛得不停的惨叫 嘴里还问 我的天哪 难道这就是那些硬币吗 国王忍不住笑了起来 火气也消了 他对农夫说 你到我的宝库去领钱吧 喜欢多少你就拿多少 这句话农夫一听就懂 他在那里把自己的大口袋 塞得满满的 满到都要装不下了 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酒馆 开始数着他的钱 被农夫害得挨了好多板子的商人 跟在农夫的后面也进了酒馆 商人听见农夫说 那个混蛋国王可把我给害惨了 让我自己随便装金币银币 我怎么搞得清楚到底有多少钱呢 害我还要在这边数 商人心中想 哼 这傻瓜 竟然敢在背后辱骂国王 我现在就去告命 保证能得到奖赏 他就会受到惩罚 这个害我爱板子的嫁祸 商人马上跑到国王的王宫去 把刚刚听到的话全部告诉国王 国王听到了农夫说的话 非常的震怒 他跟商人说 你去把农夫抓来 商人马上跑去找农夫 并对他说 国王要马上召见你 不许拖延时间 我想打扮一下 打扮得更好一点再去 农夫回答 你先让我请裁缝师做件新外套好了 你认为像我这么有钱的人 能穿着身破衣服去见国王吗 商人看到农夫无论如何也不肯穿着旧衣服去见国王 但是又怕耽搁太久 国王的气就消了 自己就得不到好处了 为了要让自己得到国王的金银财宝奖赏 农夫也可以遭到惩罚 于是商人便对农夫说 好吧好吧 看在我们的交情 我就把我的新外套借给你 让你马上去见国王 农夫看了看商人的外套 便点点头同意了 他穿上商人的外套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国王的面前 这个时候国王还是很生气 他愤怒地质问农夫 为什么说他的坏话 唉 农夫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 这家伙真是一派胡言啊 不过商人什么时候说过真话呢 这商人也许还要说 我身上的外套是他的呢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商人嚷嚷道 你敢说你那外套不是我借你的吗 难道不是我出于友谊 把他借给你的吗 好让你可以体面地来见国王吗 国王听到这里便说 这个商人果然是骗子 不只是骗了我 还骗了农夫 随后国王就下令 再赏商人一些硬板子 农夫穿着漂漂亮亮的外套 衣服里装着满满的钱 一边走一边回家 开心地想着 这次的买卖真的是太顺利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好买卖 这个故事让达林姐姐想到一个成语 大智落鱼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觉得他很傻 可是最傻的人 往往其实也是最聪明的人哦 像我的妈妈就常常跟我说 太聪明斤斤计较 这样子的人反而会过得不快乐 小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今天的达林姐姐说故事 就在这里结束啰 小朋友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